好,接下来,那他就找到了我,找到我,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给你打个电话,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找我的时候,绝对没有好事,当一个人找我的时候,绝对没有好事,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这个Kin,我不知道今年大年三十做什么好吃的,但是他没请我,到现在他没找我,但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大年三十肯定做好吃的,他没来找我,当一个人找我的时候,肯定没有好事,我记得Kin上次找我的时候,跟安德鲁在冲组,那感谢神仙,你们俩越来越好,上次祝福你, 他说,牧师,我能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当一个人来找我的时候,肯定没有好事,我说,没问题,any time,那时候现在行吗,没问题,现在电话一通,哦,塞,I'm shocked,这个声音听起来像那个人,又不像那个人,声音沙哑, 我当时又觉得不对劲,我当时觉得不对劲,这个状态很糟糕,这个状态很糟糕,这个状态很糟糕,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首先,我一听我就知道身体出问题了,他自己也知道,第二个,婚姻出了问题, 他是第一次结婚,但是这个男士是第二次结婚,然后这个男士前面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又有一个孩子,现在这个男士就消失了,失踪了,失踪了,找不到,找不到,然后也不给,也见不得人,也见不得钱,也不给富瑶梅, 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就比较大,因为,这个,他还是很珍惜这段感情,然后,因为毕竟还有孩子,他一直在强调说,这样对孩子打击太大了,对孩子啥也得到,所以他不希望这个人就这样失踪,他想把这个人找回来, 中国话讲,你永远叫不清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永远找不到一个玩失踪的人,第三件事情,因为他状态不好嘛,现在,国内的经济也不好,你能给公司出力,公司能留你呀,还不一定,你不给公司出力了,或你状态不对,公司就把他开掉了, 身体完蛋了,婚姻完蛋了,工作也完蛋了,然后,我听到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讲,我是第一,我现在不用,不要急着找工作,我是第一,先不要急着找工作,我说我就问你,你说你有没有钱,你要没有钱,我现在就转钱给你,你看到我这个牧师了吗,不用你给我钱,我发挥了给你钱,我说,我说, 养你一辈子,可能有点难,养你两个月,我还是养得起的,我说,我知道在北京,房租也贵,这个生活成本也高,两个月不工作,两个月没收入,我保证你有去有喝,他说,那倒不用,牧师,你毕竟这么多年,在北京工作还是有点积蓄的,他说不用,我手里有钱,我说好,毕业急着找工作,就在家里待着,好好陪孩子,然后朝圣经, 这是第一,第二,我说拍舌胎给我,拍舌胎给我,我身边有非常好的中医,免费不要钱,给你中药,赶紧调理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第三,我说这个婚赶紧离, 而且我讲得又特别清楚,我说这个人,他玩失踪,绝对是逃避者人,不想养孩子了,不想承担家里的这个负担了,不想支持这个家庭, 我说,我说,我说你还年轻,我说将来或许还有一段缘分,但是你这种活不见识,死不见识的,然后婚姻登记上还已婚,这个万一将来遇到缘分,你也没办法呀,你不能犯罪吧,你再跟别人在一起叫重婚罪,那你现在跟离婚有啥区别,活不见识,死不见识, 我说一定跟他离,至少把这个守一半,我说这个人是,因为这种人无药可救,中国话讲巨婴,不能承担责任,受不了压力,稍微有点困难,立马就就闪人那种,这种人不要离,这种人不要离,所以我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既然他不肯承担责任, Let him go,让他走,不要让他不承担责任,还站着毛坑不拉屎,跟你还是婚姻状态,你以后遇到合适的人,你都没办法再婚, 我说这样你以后遇到合适的人,你还可以再婚,因为毕竟上帝愿意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上帝愿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看我这牧师有没有正事,你看佩洛西在干什么,佩洛西说,以后不能叫爸爸,不能叫妈妈,因为有人是两个男人, 带一个孩子,有人是两个女人带一个孩子,这叫爸叫妈,让他们太尴尬, 所以我们就没有爸爸,没有爸爸,全是监护人, 我告诉你,那是王八蛋,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坚定的说,有爸爸有妈妈, 所以即便是stepmother也是mother,stepfather也是father, 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我非常清楚,这是我们的立场,基督徒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 OK,那我跟他讲,今天我跟他讲的这句话要成为我对你们讲的重点, 我说百分之百他不会给护养费的,离婚的时候你要养孩子,他百分之百不给你护养费的, 我说不要护养费,安卓郭打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记住了王牧师跟你们讲话,我们离婚不要护养费, 我们离婚不要护养费, 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们为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们为什么,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 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的, 你养孩子,上帝就给你钱, 他养孩子,上帝就给他钱, 他不养孩子,你养孩子,上帝就把两份钱全放在你身上, 我再说一遍,孩子是上帝的, 你养孩子,上帝就给你钱, 他养孩子,上帝就给他钱, 他不养孩子,你一个人养孩子, 上帝就把两份钱, 而且我告诉你,远超过两份钱全给你一个人, 今天我们有手有脚, 我告诉你, 只要我们基督徒随便做点什么, 上帝都会祝福我们的, 基督徒记住了, 我们的身份不是这个世界的乞丐, 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公主, 是上帝的王子, 是天国的子民, 是神所爱的, 是神所保护的, 是神所供应的, 基督徒不管你经历多大多难的事情,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是神的孩子, 神爱我们, 神保守我们, 神看顾我们, 神供应我们, 神供应我们, 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祷告, 我说主, 就我来说, 我不买房子, 我可以去, 毕老师家住, 以前我就这样子, 每次来洛杉矶, 我就住上帝家, 我可以去, 这个一把家住, 我在, 我在这两年, 我来洛杉矶, 我都住在一把家, 我说我一个人, 我不需要买房子, 我连住房都不需要, 我说但是现在有四个孩子, 这四个孩子不是我的, 这四个孩子是上帝的, 我说现在他们需要房子, 而我需要做就是祷告, 我需要做就是跪下来祷告, 上帝就会有他的办法, 给孩子房子, 所以我是这样鼓励我们姐妹的, 我也是这样鼓励我自己的, 后面的事情, 你们就知道了, 他听了我的话, 他喝中药, 身体调理好了, 他听我的话, 再来超圣经, 信心就开始恢复, 然后在中国当中, 神就开始动工了, 有一个老板就主动找他, 我告诉你, 找工作的最高境界, 不是你去找工作, 找工作的最高境界, 是这样工作来找你, Amy, 还在吗, 找工作的最高境界, 不是你去找工作, 找工作的最高境界, 工作来找你, 然后老板就找他, 老板就找他, 而且工作又非常的好, 工作非常的好, 所以他自己现在很开心, 所以安德鲁, 你看到那个截图了吧, 他写了一大东西跟我讲, 他到现在, 没有给我捐一份钱, 没有关系, 我爱他, 我爱他不是因为他, 给我捐了很多钱, 我爱他是因为他跟自己比, 比以前更爱上帝了, 更信上帝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牧师, 我爱你, 不是因为你给我捐钱, 我爱你是因为你更爱上帝了, 你更信上帝了, 所以, 我想说2021年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弟兄, 我也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弟兄, 2021年, 上帝会有很多祝福倾倒下来, 上帝会倾倒很多很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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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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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祝福要落在你心上呢, 就像那个男人, 自己的孩子都不养, 你想上帝会祝福他吗, 我告诉, 我说这个男人赶紧离婚, 离婚彻点财产分割清楚, 也不要负责费, 我说他以后只能走下坡路, 越来越惨, 我说我告诉你, 因为你养孩子, 上帝会把很多恩典, 很多祝福就落在你身上, 你在工作中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然后收入自然就高, 养孩子没问题, 养孩子养房子, 养车子没问题, 因为神在养我们, 一个人要被神养, 首先要把你心摆正, 一个人要被神养, 你一定要承担责任, 肯于付出, 肯于奉献, 如果上帝给你点啥, 你就钻在你手里, 给你点啥, 你钻在你手里, 上帝不会再给你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非常清楚,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其实不信上帝, 如果我们信上帝, 我们不会把钱看得那么重, 如果我们信上帝, 我们不会把这世界上的东西抓得那么紧, 我们是乐于跟别人分享的, 我们愿意去祝福别人, 因为我知道上帝会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恩典, 这个女人好像不是很有钱, 当然是没有钱, 但这个女人拿了很珍贵的哪达香膏, 她知道上帝太大了, 她把最好的给上帝, 当她把最好的给上帝了, 上帝也把最好的给她, 就是永不缺乏, 风风复复, 平平安安, 华人一辈子追求的, 永不缺乏, 风风复复, 平平安安, 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没有得到, 原因是这些基督徒, 只是用嘴说他信上帝, 心里面根本不信上帝, 行动上也看不出来信上帝, 我让你们看, 这个我现在辅导的这个节目, 在这里面未来会做什么事情, 我让你们看前一个抑郁症的人, 他要卖他的房子, 给我转钱帮我买房子, 我要看, 我要让你看Ewa, 听我买房子, 立马去处理找工作出来, 你看看这样的人, 上帝怎么祝福他们, 我就让你们看上帝怎么祝福他们,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秘密, 2021年, 今天是2021年的2月7号, 10个月, 10个月, 到2021年的12月7号, 我告诉你们, 上帝会给我们教会啊, 500万, 500万美金, 520万美金, 安主把这个记起来, 有图有真相, 白纸黑字, 历此为据, 2020, 2021年, 上帝给我们教会500万, 上帝给我们教会500万, 意味着什么, 就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大家的收入加在一起, 是500万, 怎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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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是500万呢, 我会收奉献收到50万美金, 2021年, 我在上帝面前我看到, 上帝说我要给这个家会500万, 放在这儿, 有人有本事, 拿100万, 他捐出10万来, 有人有信心, 他要200万, 他捐出20万, 有人有信心, 他拿了另外的200万, 然后捐出20万来, 我这边又收了20万, 最后放在一起, 我这边得了50万, 他们那边得了500万, 这个, 所以今天, 奉献绝对不是说教会需要钱, 这个我要跟King解释一下, King你早晨我不知道King还在不在线上, 奉献绝对不是, 奉献绝对不是我们教会缺钱, 我们教会缺钱, 哎呀, 我们给教会捐点钱吗, 教会缺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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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告诉你, 不是教会占你的便宜, 是你占教会的便宜, 听清楚了, 上帝要建立他的教会, 上帝就会把一笔钱给教会, 上帝要透过有信心的人, 把钱给教会,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也会分一点钱给你, 你分多少, 你有信心你分九, 教会只留10%,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把话现在放在这, 安住, 我们做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我要放在我朋友圈里面, 我非常清楚, 我非常清楚这是上帝说的, 上帝要给我们教会500万, 我们教会有多少人, 不知道, 因为每一周都有新的朋友来加入, 每一周都有新的朋友来加入, 我们相信谁有信心, 谁就多得了, 谁有信心, 谁就向谁多要嘛, 因为神说, 你向他大大张口, 他就给你充满, 但总数在这摆着了, 500万, 2021年12月份, 我给弟兄姐妹看账单, 我不管你们收了多少, 因为你们信心有大又小, 我告诉你, 我会收50万在这,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弟兄姐妹, 刚才King讲的, 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 对的地方是大家要奉献, 不对的地方不是教会可怜啊, 弟兄姐妹, 我不可怜, 我不可怜, 我只是现在动了一个想法, 想买房子, 有人夸就开始卖房子, 要给我钱帮我买房子, 都是这种打法, 不用可怜我, 不用可怜我, 我现在是要祝福你们, 上帝要给我们教会500万, 这500万要透过有信心的人, 进到教会里面去, 如果你有信心, 你就自己在这500万里面, 照着你的信心去叫, 你说神, 那我要拿100万, 今天我要拿100万, 你就去做你的事情, 请上帝去祝福你, 然后你就拿到100万了, 你就拿到100万了, 你捐出10万来, 我这边有10万, 这几个捐款往这一放50万, 今年2020年, 我们happy ending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来跟大家celebrate, 伊瓦还在献上吗, 伊瓦还在献上, 伊瓦还在, 我给伊瓦看了一个截图, 我说我喜欢低调炫富, 我炫富都不喜欢跟他, 我们国内有一个姐妹, 你知道东北现在经济很不好, 那个Amy应该知道, Amy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现场, Amy知道我们国内的经济不好, 她不管有这个月赚钱不赚钱, 她每个月就给我打一万人民币, 每个月打一万人民币, 不管有钱, 每个月打一万人民币, 有ride to, 只少不多, 只多不少, 最少一万, 有ride to多, 然后我是今天凌晨, 我给他手下打电话, 我都不敢给他电话, 他太忙了, 他手下说, 牧师太忙了, 累的都屁滚要流的, 只是每天进货发货, 每天进货发货, 每一天进货发货, 卖断货了, 同志们想想,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卖断货的时候, 都是货卖不出去, 他卖断货了, 卖断货了, 所以我等这个春节后, 我等春节后, 我来跟他聊聊天,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话, 他知道神拣选了王牧师, 神在美国寻王牧师, 所以神一定会赐福王牧师, 他愿意在这个祝福中, 他也可以沾罐了, 他可以沾罐了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哗哗哗捐钱, 每个月至少打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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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敢, 我在他生意,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生意会越来越好, 所以, 我哪天我会跟他做一个视频的访谈, 我录一个视频, 我给你们看, 让他讲见诚, 东北这么不好, 经济这么不好, 市场这么不好, 他的生意卖断货了, 每天就是房, 给他干活的, 无人给他干活, 都累了屁股尿了,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Kin回来了, 感谢上帝, Kin, 所以, Kin刚才那段, 好在我们是有录音有录像的, 你再听听, 捐钱不是因为牧师可怜, 捐钱不是教会可怜, 别的教会可怜, 有可能, 咱教会永远不可怜, 咱牧师也永远不可怜, 我跟别的牧师父一样, 这个, Vivian见识过, Vivian见识过, 所以, 我今天讲, 不是教会借你们的光, 是你们借教会的光, 一定要清清楚, 上帝要给我们教会五百万, 你们, 等一会儿, 我奉主祢祝福你们, 你们自己祷告的时候, 就跟神讲, 你要多少你跟神讲, 你要多少你跟神讲, 五百万已经放在这儿了, 你不拿有人拿, 就像耶稣说的, 西门, 你没给我洗脚, 这个女人用眼泪洗脚, 头发擦开, 你没有亲吻我, 这个女人用嘴不断亲吻我的脚,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教会就是这么样, 真正的牧师也就是这么样, 真正的基督佛也是这么样, 我们就是感, 我们就是信, 我们就是知道, 神的国是无限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里路雅